卫生署长杨志良昨天在立法院表示 这些抢救动作对癌末病患来说是折磨 是浪费生命 这段话引起了很多不同的反应 有人觉得署长说得很老实 但是也有人认为太残忍了 而杨志良今天再度说明 他是在强调医疗资源有限 应该可以把资源转给其他更有效益的对象 他并不是为了省钱 而是为了让一些癌末病患可以选择 让自己有尊严的离开 就是浪费生命这句话引起外界抨击 卫生署长杨志良周四在立法院备训时表示 癌末病患要靠插管或电极来维持生命 不仅是折磨也浪费生命 出车祸也许还有机会就 但癌末实在不需要如此 没想到此话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哗然 那这样的说法让人家感觉好像是 所有的抢救都是不好的 而且是负面的 不过杨志良解释 很多病人和家属不愿意接受癌症死亡的事实 坚持和疾病奋战到底 病危时还得要忍受插管和电极 对病人来说是很大的折磨 其实癌症末疾病人可以选择安宁疗护法 不仅可以减轻痛苦 也可以有尊严的离开 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很好 那你说这样是不是浪费 因为是不是我们把这个资源 是不是给其他更有用的人来用 杨志良强调把有限的医疗资源 转给其他更有效益的医疗对象 这就是医疗环保的观念 这不是为了省钱 而是为了让癌末病患有尊严的离开 同时让所爱的人不那么痛苦 记者综合报道